4月12号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 即查究整改环节部署会议在沈阳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决策部署 传达落实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精神 总结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工作 部署查究整改环节工作 中央第一督导组组长耿惠昌 省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央督导组副组长邓卫平出席会议 耿惠昌指出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启动以来 辽宁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把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扛牢政治责任 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辽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局良好 成效明显 耿惠昌强调 要坚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准确把握查究整改环节总体要求 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 坚持准确把握查改政策 坚持成前毕后治病救人方针 一计一法适用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政策 教育大多数 惩处极少数 清除害群之马是查究整改环节的硬骨头 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 全方位进行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大体检 确保政法队伍纯洁 婉杖顾及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老大男问题 要全面排查 找准病灶 分类失策 靶向整治 致见并举 抓原治本 统筹当下制与长久力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拧紧责任链条 形成工作合力 稳妥有效开展查究整改 张国清强调 查究整改是教育整顿 动真碰硬触及要害 见到实效的中心环节 要做好思想发动 引导政法干警 以积极主动的心态 看待教育整顿 打开心结 消除顾虑 主动自查 要深挖核查线索 做好跟踪督办 及时反馈结果 做到见仁见事 见案件 要精准用好 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政策 教育大多数 惩治极少数 处理一人 警示一片 形成有效震慑 要抓好专项整治 聚焦顽障顾及 深入细致开展 大棋底 大排查 大整治 要抓住源头 综合治理 铲除滋生 顽障顾及的土壤 要致建并举 统筹当下制 与长久力 用制度机制 巩固专项整治成果 各级党委 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要发扬斗争精神 坚决彻底清除害群之马 不断纯洁政法队伍 维护政法队伍 机体健康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余天敏主持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召开 各式设分会场 本台报道 景仁委員会订阅 5 省上 文